大家好, 歡迎收看足球頭條 今天又拍大包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近來利物浦的狀態非常之好 這兩季的成績相當出色 去年贏了歐聯, 英超就輸了一分 今年在英超暫時還是不敗 今晚會對著他的老對手曼聯 但高普在訪問中說 雖然這兩季的成績都不錯 但王朝未必能夠再現 看看為什麼 這是一個independent的報導 高普說了什麼 高普的領隊預計 第一, 廢格信爵 廢爵爺創立的王朝 的曼聯王朝 未必可以再重複 在英國 英格蘭的足球界裏面 因為現在 很多球會的資源都不同了 廢格信爵士 就是英國最出色的領隊 帶領著曼聯 26年 贏了13個聯賽錦標 兩個歐聯 和五個足球盃 高普也曾經 跟廢格信爵士 吃過飯 其實那頓飯是一個慈善的場合 當時來說 高普就說 很難再估計 會有一個 類似的王朝再現 看看高普怎麼說 高普就說 老實說 我就不覺得 好像之前的曼聯 那樣 Dominance 完全地去主宰了一個聯賽 就不會再發生 因為足球改變了很多 每一個球會之間 那個 權力 都不同了 我們 即利物浦 就做了一些好的決定 所以我們這陣子 就比較理想一些 其他球隊 都有同樣的機會 現在球員 很多時候 當他一彈起的時候 球會就要決定了 例如 一個中場球員 在市場上高 即是 在市場上高 即是 市場那裏有個供應的時候 如果有其中一個球會 不需要他 拿出來 其他球會的競爭 其他球會 可能需要他的話 就會 周歸其下 下一年 這個球員 或者這個中場 就不會再在市場上高 所以這個 上上下下 就會令到 球壇 未必可以 完全支配 一個球賽 所以他就說 如果利物浦 以前都試過 有一個王朝 萬聯都試過 一個王朝 但現在的足球 很難再有一個王朝 再出現 這樣 他說現在的 足球壇 就是所有球會 都在競爭 一些同樣的東西 對不起 應該是所有球會 都在競爭 一些不同的東西 就看看他們 在財力方面 是怎樣的 李斯特成 就有一個 足夠的財力 還有他們都有一班 有能力的球員 所以 他就 在這個 投錄方面 競爭得相當出色 但是 現在的情況 仍然是 令到 其他球會 想競爭去投錄 非常非常之困難 這樣 當時來說 我就不會 就是 我就不會說 萬聯當時 場場球都贏四球 或者五球 但是 你預計到他們會贏 全球 這個很清晰地 他們 去到其中 一些地方 去到作客 或者主場 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他會贏的 很多球賽 我們 就贏了 2比1 1比0 而且 很辛苦 才能獲得 這些戰果 所以 去到一個地方 就已經贏了 這個狀態 我覺得 高普就說 不會再贏了 我覺得 但是 當你要去 完全主宰了一個聯賽 其實就不是最重要的 其實 就是說 他反而覺得 每一年 你都有份參與 競爭 他覺得是最理想的 這個就是 高普最想做的 就是這樣 每年都有份競爭 這個錶 李物浦 其實現在已經 嘗試改寫 這個歷史 因為他們已經 三個十年 預備 等著 去獲得這個聯賽 的冠軍 在現金 聯賽 最多可以獲得 63分 的情況之下 已經獲得了 61分 但是 高普也很斬爭 節節地說 他就不想 和廢家遜 對不起 不想和廢家遜 廢家遜 或者其他出色的 領隊去比較 他就說 他記得當時 在多蒙特 的情況 他就試過一些 類似的情況 結果 當時在多蒙特 他就帶領著 球隊 可以獲得聯賽 的錶 他親身 否釋 他說 我曾經有些類似的經驗 在多蒙特 在2011年的時候 我們就特別 打得好 人們問我 超過五百萬次 即幾萬次 我們經常說 你們會不會是冠軍 你們會不會是冠軍 或者 你幾時才肯說你是冠軍 但 球櫃之前 我們其實都沒有想過 我們會是冠軍 在球櫃裡面 慢慢慢慢 我們覺得 越來越大機會 但是 球隊裡面 上上下都沒有想過 沒有一刻 想過 我們每一次想 就是什麼 我們要贏這場比賽 我們要贏下一場比賽 這個就是 高普和球隊裡面的信念 現在在利物浦的情況 問題是相當相似的 很多很多大家記者寫的故事 非常正面 非常正 好像說到 我懂得輕功水上飄 他真的這樣說 他說 I could nearly walk on the water I could nearly walk on the water 他好像懂得輕功水上飄 他就說 生活就是這樣 生命就是這樣 我就不是一個很負面的人 但是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寫一些 很正面 很正好的東西 直到有人 打敗了我們之後 他們就停止 我也知道是會這樣發生的 所以 我就不是太過在意 現在的朋友寫什麼 OK 接著也有人會問 你怎樣可以不正面 現在這樣的情況 他都說是 其實也不容易的 但是這件事 對於我來說 影響完全沒有的 而現在這一刻 他都覺得 對於他的球員來說 都是沒有影響的 OK 他說 最重要的 他的信念就是 我一直都在想著 一些長遠的事情 關於我 在足球生涯的發展 所以可能令到他 不太緊張 短期的事件 他就說 下一場球 高波的下一場球 就是今晚 今晚 岩菲露 對著 曼聯 他原來本身來說 也是很仰慕 阿肺格順 即是阿肺爵 他們兩個 剛才說 吃過一頓飯 原來 78歲的肺爵 就是 幫 英國那邊 NHS籌款 為什麼 他2018年 有個大病 NHS的醫生 做得很好 救了他一命 所以他嘗試幫他們籌款 結果那個情況 那一晚 就籌了 四十萬五千英鎊 那一頓飯 那一頓飯 高普和 阿肺爵 吃那一頓飯 已經籌了 超過十萬鎊 OK 然後高普繼續說 我就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跟阿肺格順 肺爵 那 這個是 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這句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 他說 當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阿肺Sir的名字 他說 有個中間有個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可以幫我解答 他就說 可能是有一些 隱藏的意義在裡面 這個我就不懂解答 這句 他繼續說 這個就非常之不可思議 他的感覺就是 因為我當時 就是 我以前是一個很年輕的領隊 在多孟特那裡 從來沒見過他 那 第一 一開始的時候 我跟他一個 晚餐的聊天的時候 其實高普都說 我初初都需要大約二十分鐘 才可以搞得到他那些 蘇格蘭的口音 但是二十分鐘之後 我們就好好聊 非常之開心 聊天 這個就是晚餐 就是聊天 他覺得非常非常之正 然後 之後 他們就開始 偶爾也會有接觸一下聊天 現在 廢格蘇就不是 戴著萬聯 所以 我在那裡 對於我來說 那頓飯 他就不是一個 像萬聯的領隊 他只是一個 非常非常nice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人 其實當時有一個其他人 跟他在一起 那些人 就是萬聯的人 那些人 高普就說 他一直都是 放了一個 禮物譜的電話 在桌面上 整晚 但是沒有人 都有任何的意見 真的非常非常之正 他就說 時間飛逝 非常 即是 他仍然都 回味著那晚的吃飯 他說 除了廢聚爺之外 還有什麼人 在那頓飯 包括有阿傑斯 還有 白賴仁 都在那裡 他再說一次 非常非常好 那頓飯 他非常開心 他就說 我完全覺得 沒有問題 而他們 包括廢聚爺 或者其他萬聯的人 他覺得 都是對他 非常之好的 在那一晚的晚餐裡 OK 以上就是高普剛剛解釋 為什麼他覺得 無論是 利物浦以前的王朝 或者 廢界上帶領萬聯的王朝 都很難在現金足球 再發生的一個原因 OK 那 今天的節目就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好